说起主持人,大家想到的,可能是动静的央视的红人,但接下来要说的这位,他曾经也是央视的红人,在两次插足的人的婚姻,如今改名进入演艺圈,还获得了幸福,他的名字叫赵玲。 赵玲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,赵玲在上大二的时候,就主持过央视的节目,毕业以后,还直接被分配到了央视电视台工作,是那一年唯一正式分配到央台的主持人,并且还和众多主持人一起,主持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。 那个时候,赵玲的领导非常照顾他,并且对赵玲很喜欢,甚至为了赵玲还和妻子离婚。 而因为这件事情,赵玲还被贴上了小三的标签,但是虽然领导为赵玲离婚了,但是两个人并没有走到一起。 后来,赵玲便离婚了,赵玲便离开了央视,转而进入了演迷圈。 而赵玲也游之前的赵玲,改名为赵紫棋。 并且出演的第一部作品,就是赵宝刚的《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》。 后来,还出演了爱情电视剧《别了,文庚华》,在剧中,扮演了敏感,脆弱又饱受摧残的人小雪。 但是在感情上,出品人陆金波也是为了赵紫棋和妻子离婚,并且之后陆金波就和赵紫棋走到了一起,然后很快就结婚了。 但是这并没有得到网友的祝福,而是更被人们称是小三不正。 而赵紫棋和陆金波结婚以后,还生下了可爱的女儿,并且如今的生活也是过得非常好。 你们怎么看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